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跌大买 不跌你还是要买 否则你真的会来不及啊 你来看一下 每次重要关键转折 金老师有没有给你带到 太重要了 今年度的10月29号 指数不过1200多点嘛 选前要懂低阶啊 选后迎接第一世纪的作战行情 当时候指数在抵挡这个位置 结果呢 有没有看回不回 黑街棒停留时间不会太久啊 所以你的操作策略一定要特别的积极 否则你会错失大行情啊 快3000点了耶 你来等吗 不要等回档啊 很多人在等说中期的大回档 可是他就是没有啊 所以呢 给你一个策略 很简单啊 积极的来卡位 你看看上礼拜三 开高走低 一根藏一打下来 很多人又看坏了 我说从形态学来看 大盘指数的一个支撑已经越电越高了 从这个铁板支撑 电高到这个铁板支撑嘛 所以呢 你在怕什么 量价结构的分析 出现4000多亿的一个新天量嘛 量价价型概念啊 它没有那么容易结束啊 你看去年度的一个11月份 一样3800多亿嘛 当时候也是天量啊 是不是天量 黑铁棒啊 但量价价型概念 代表这盘还有高点嘛 是往上走高 所以上个礼拜三这个位置 同样的量价结构 现在是看好还是看坏 你今天不是印证了吗 今天盘还是很强啊 又涨得快 100点耶 有低点 要不要上车 盘中有低点 要不要卡位 你如果再不及了一个逢低操作 接下来的元月下月行情 又跟你没有缘分了 2月份的红包经营行情 你要怎么赚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不要客气 因为今天我们的股票的表现 又非常亮丽了 2354的红准 一开盘就亮灯了 就亮灯了 这样股票 我一样在去年度就告诉过你了 你如果要做短线 这张股票不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要做长波段的 你敢跟我报半年以上的 一定是大行情 因为长线投资价值 已经浮现了嘛 9月底 50块钱的一个红准 报半年以上 到现在 有半年吗 有半年吗 4个多月而已 今天一开盘亮灯 61.6 你看我节目那么久的 你只要任何一次的回档 有布局的 你是大赢家 是本益比只有10倍的红准 谁会在意当股票破底 当时候是破底 破断低啊 谁会告诉你50块钱的红准 是长线投资价值的买点 只有庆龙老师 苦口薄心的 邀请你 默默的来低接啊 红准最高是440 跌到50啊 这长线的低点吗 当然要买啊 所以我一再告诉你 越接近50的红准 越可以买 没有错吧 所以12月21号 来到相对低档的红准 逢低承接在51.7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保证一定成交 你看我节目过不过瘾 幸不幸福 建老师 在操作一档股票 不是把 电脑上的一个涨停满股票 拿出来吹捧啊 如果要分析涨停满股票 太简单了 其他节目 你都看得到 但是 但是 哪一档是你的吗 哪一档掌停满真的是你的吗 赚掌停满是要靠实力的 赚坡段 更要有坚强的一个实力当后盾啊 所以当时的红准 杀下来51.7低阶啊 我们提醒你 长线还会再涨54.2 1月4号开放盘那天 55.8看法不变 什么看法不变 长线还会再涨 所以呢 上礼拜三呢 创新高之后回档 我们告诉你 短线可以卖 那长线还会再涨 我说我讲得够清楚啊 你如果做厉害的 做资金的 你短线可以做价差 你如果像千老师一样 勾矣勾矣 喜欢赚坡段的 我当然没有卖啊 之前给你分析 叫做报半年以上 前两个礼拜的看法 什么看法 长线还会再涨啊 不是吗 讲得不够肯定吗 不是一样吗 看法不变啊 长线还会再涨啊 上礼拜三开高者低 长线还会再涨啊 这就是我的一个动作啊 所以今天红准 一开盘就亮灯 61.6 我当然一张都没卖啊 要赚坡段 你要给我时间啊 这样股票 之前没有一天 是涨停板过的 从我50块钱 沿路的逢低承接 没有一天涨停板 但是今天你看到了 当你看到同时 今天你一张 是都买不到的 但之前我节目给你分析啊 低档低档 要不要低档 做承接 相信这个答案很清楚 只说当下你可能认为 红准好像不太会动 因为你没看到 他未来会怎么走 做股票 当然是要看未来啊 如果你知道 红准的一个长线架构 它的价值应该 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你当然不会随便卖 有第一点 你一定大买的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红准很漂亮啊 一开盘就亮灯 谁加了股票 全投顾老师 应该只有欣老师 会跟你分析红准低档可以买 其他节目你是看不到的 其他节目每天跟你数涨停而已啊 数那么多根涨停板 你是会员哪一档 哪一根是你的 如果没有 希望欣老师这边给你一个操作 价值应投资概念的一个风范 所给你的是真实的一个绩效 破断行情啊 对不用卖就是不用卖 该卖的鸿海 我上礼拜上不是告诉过你吗 鸿海这档1000多亿股本的 我的目标就30% 所以上礼拜三108卖啊 今天一个鸿海 107.5嘛 也没有比较多啊 那大支的股票 赚了30%我都会够了啊 赚了30% 他有可能再涨30%吗 难度是比较高的啊 所以呢 在目前的多头行情 如果可以赚5成 不要赚5%就跑掉 如果可以赚1倍 也不要赚了10% 你就浪杠 这样真的没赚了 好不好 跟着大哥举老师 一起来并肩作战 迎接未来大多头行情 这些老师 今天要给你个结论 星象 赚钱的公司啊 EPS超越环球金 前三季就赚了 30块钱的EPS啊 我是看他 从900多块钱回到683 有没有 跌的时候告诉你 耐心低接等分出 跟红准一样 当时候我在布局的股 星象还是红准 股价都不太动 低档 一般同志讲 没有青睐的一个眼光啊 认为他好慢 他没有涨停盘 但是 但是我已经看到他未来会涨 修正了300多块钱 你一个星象啊 683啊 耐心低接等分出啊 也没有往上走高 来到702 这样的坚持是为了帮会员 创造最大获利啊 所以当他走高之后 回档来到704 低档强势整理的星象 我说当然还会在涨 讲完之后隔天亮灯 774 新天亮当然还有高点啊 建高之后的回档 黑鸡棒目标价还没有到 星象 1月5号再给你一次 目标价还是没有到 当他回档的同时 建老师会在盘中 特别照顾我的会员 我会告诉他 我们这档股票 目标价在哪里 那回档修正 你就不用怕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讲完之后 上礼拜四 星象大涨 来到774 营收创新高的股票 建老师请的股票 品质的保证啊 博士基欧股 我不会带会买 这是不变的一个承诺 上礼拜我的星象 794了 今天星象呢 816了 怎么样 816了 是不是 我们从几块钱开始布局的 几块钱 再来看一下 当受耐心低级的位置 在683 今天 816 有没有超过100块钱 很清楚吧 亲爱的同学 你一档股票 有没有赚超过100块钱的 有的举手 幸好是送你一个月的会集 有没有 恐怕很多同学 一档股票赚10块钱 对你来讲 就难如登天 但是这种大多头行情 心象赚100块钱 合理啊 基本而已 当然还会去啊 你看看这档环球金也是一样 当受8月底 来到波段低点的360 收缴止跌大胆买啊 他不是涨 他是来到波段低点的360 大胆买 这样是反市场操作 在一档股票 出现投资价值的同时 告诉你风低沉切啊 风险比较低啊 是不是 360大胆买啊 沿路的一个上涨过程 来到665哦 12月份 赚了300块钱哦 不用急着卖 12月7号 当年回档 15块钱 来到650的环球金 继续留着 继续留着 上礼拜四 环球金 我告诉你 我还是留着啊 留着啊 因为跟心象一样 目标价还没有到嘛 所以整个红唇 不是 环球金呢 今天来到757了 还是不卖 还是不卖啊 360到757 快400块钱 所以你认为 心象赚100多块钱 算什么 小额科而已啊 大波段的操作 要有一定的实力 你要给亲友师时间 我介绍股票 不会像人家 每天都亮灯亮灯亮灯 那没效嘛 你应该知道嘛 我们要给你是 真实的一个操作 一档股票低档区 市场上大家不看好 我邀请你上车嘛 红准不是如此吗 心象不是如此吗 环球金 当然也是如此啊 包括上个礼拜 接回的旺席 也是同样 我一档的时候 告诉你做机会 这比较实在 今天涨停的 刚才看了一下 涨停的 对吧 在上个礼拜 这个位置 买旺席的 不太厉害 不是今天旺席 亮灯了 才拿出来吹捧 才拿出来摇旗呐喊 那已经落后了一大节嘛 已经落后我十几%了啊 不是吗 之前的旺席 从低档到一二四卖 这样一买一卖 40%落袋 一二四卖完之后 回档修正 来到上礼拜四 剩107.5 差了17块钱了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低接回来 基本面里加 什么低进高株 高株在低接 在目前大多投行情 一档股票的一个架构 如果你对他高低点的 波动循环转折 你可以抓得很清楚 你可以赚得更多啊 旺席这样股票 之前一二四卖 上礼拜四 他涨了一点 看清楚一点 如果你看不清楚 我请导播 放大给你们看 他是二四五 回档五天 来到相对低档的107.5 低接回来 清楚的答案 没有错吧 接下来礼拜五呢 也会涨到一一四 今天礼拜的旺席呢 亮灯 一二三 当然是在台湾啦 台湾有个清晓老师 还蛮会操作股票的 希望你们好跟 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 我不晓得同样 你还有什么好挑剔的 今天忘记亮灯啊 应该很多同业分析师 会拿出来摇旗呐喊啦 但是我是在 礼拜五告诉你去追吗 没有 我在上礼拜四 这个位置 当他回档修正 尤其短线波动五天的转折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低接回来 上礼拜四低接的位置 几块钱107啊 这时间交由你去对 保证定成交 我不仅礼拜四 告诉会员107 做结尾的动作 礼拜五呢 新进会员 10点05分啊 忘记 空手者嘛 新会员嘛 定108.5买 经过两分钟股价 108.5 你继对时对价 108.5一样买 如果礼拜四 你还不是我会员的 没关系啊 礼拜五有低点 还是要上车 连续两天的低接的位置 都在相对低档 还没冲出去 没有错吧 107跟108.5嘛 什么是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眼见为凭啊 还没涨的时候 邀请你上车啊 这样操作比较实在吧 所以整个旺系 从上礼拜四107 低接回来之后 礼拜五 大涨 超过半更 114 今天直接亮灯 123 谁会在上礼拜四这个位置 告诉你旺系可以买的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从这个1点半的节目 到晚上12点节目 你去比较一下 你去看一下 哪一位分析师 在上礼拜四 忘记回档五天 来到相对低档支撑 告诉你可以买的 这个位置 如果有人比清老师 买的更低 解析的更透彻 可以帮助同朋友 降低你们操作风险 你可以好好去跟他操作 如果没有 清老师 当然是今年度 大多头行情 你最佳的选择人选 休息一下 再回到今天一个现场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的节目现场 今天的宣得 平盘以下 我还在低阶 一档股票 我们从低档去买 只要它没有涨完 任何的回档 我一定告诉新委员 站在买方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策略 大多头行情操作态度 一定要积极 要积极 大盘给你一个方向跟策略运用 盘的一个方向很明确嘛 往上啊 策略嘛 有黑鸡棒 有黑鸡棒 有跌就出手 千万不要不出手 不要等大回档啊 等大回档 那是收到的 万一像这样都不回档呢 难道你要一直观望吗 要一直等待吗 宣德 当时候低档区 修正一大段 营收新高啊 你看看低档八天转折 买点浮现 93.7以下开始买 买完之后 也没有往上走高 95.4 1月5号 上礼拜二 黑鸡棒 有没有看到 再度的低阶啊 低阶位置在95以下 收盘96 隔天呢 大涨快7% 几乎收最高 礼拜四回档 我说还没涨完 还没涨完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回档下来 新会员 当然要上车啊 所以整个宣德的一个架构 沿路的低阶 今天一样告诉新会员 97.8以下买 10.13分的宣德啊 乘回档啊 97.8以下买啊 经过一分钟 14分 股价印起来97.5 你去对时对价 买在平盘之下的97.5 结果呢 结果呢 我以盘翻红 五四一包 不是收完盘 才说他好棒棒 盘中的资讯 你敢低阶吗 我的低阶 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啊 你自己巴咕一下 上礼拜 平盘以下95低阶 8天转折买点 低档93.7以下低阶 今天一样 97.5 一样跌啊 告诉新会员 逢低买啊 买完之后 红了啊 有没有现买现赚 有没有现买现赚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只是说人性的弱点 喜欢乱追高啊 一般同票都喜欢追那种 快要亮灯涨停满的股票 新会员的操作 不是说不能追啊 如果是低档第一天发动的股票 当然可以追啊 是不是 但如果涨了一大段呢 你才忽然去追高 那个风险的一个短线的高点吗 那对你来讲 要承受莫名的一个负担呢 所以呢 低风险的操作 你把清老师的节目用心看完 看了一阵子 觉得清老师的一个操作 符合你的期待值 你再来加入我的行列 你对其他分析师的看法也是一样 不要因为人家每天都涨停满 你就认为好棒棒 结果呢 满天串金条 买什么没拔掉 没有一根涨停满是你的 这样就没法了嘛 所以呢 一位分析师 如果真正有实力 是在一档股票 还没有涨停满以前 先带你买 先在节目当中 公开他的预告的低接位置 你刚才所看到的 不管是星象 不管是红准 不管是旺系 难道不是低档区 他还没冲上去之前 既然是就带会员 买好 离手了吗 帽连 电动车的 260买完之后 有亮灯 重点是他回答 来到261 2.5 黑鸡棒嘛 我们告诉你 下来是可以低接的 跌哦 不是涨哦 今天冒连呢 270啊 中线当然还会再涨啊 262.5耶 回档修正 告诉你可以低接啊 今天来到270还好啊 赚不多啊 那如果你要赚中线的一个 波段的一个利润 你就好好跟 你就好好跟啊 因为他最近 洗得还蛮凶悍的嘛 是不是 你低接呢 低接呢 低风险不是吗 接下来谈一下 散热模组的股票 这是散热模组的一个架构 我最早抓住的是这一档例子 那为什么看好散热模组 为什么基本面那么漂亮 370一个产品 不管你的手机啊 或是你的笔电桌机 一定要用到散热器 不然很容易当机嘛 你每天的电脑用那么久 你每天的手机下载那么久 多档案 如果没有散热器 帮你的一个3C产品 稍微散热一下 马上当机 不能使用嘛 所以这是一个 未来5G仍然必备的零组件 所以呢 发现它的一个价值嘛 那股价在低档啊 62.2 跌购升啊 跌升是最大利多嘛 大家都会讲 但是你会不会操作 你会不会选股啊 是不是 跌升 突破反压62.2的利质 当然要买 隔天告诉你 有低点赶快上车 有低点赶快上车 他有没有当时候 低点下来让你买 不厌其烈的告诉你要低接啊 冲上去21% 上礼拜四 礼拜三 我告诉你不用急着卖 上礼拜三 台股那根长黑 很多人被下出场了 我说没关系 短线如果被洗出场 那接下来呢 如果盘还会再涨呢 要赶快做接回的动作 我是这么说 你的操作就是要积极 你不积极 波段行情跟你没有缘分了 上礼拜三礼拜是立志 我说不用急着卖 隔天礼拜五 创波段高 25% 今天立志呢 已经来到80了 当时候62.2 今天80了 将近三成 真的不算什么 多头行情赚30% 合理啊 要赚五成 那才是我的预期的目标 一档股票 再听一遍 如果可以赚五成 不要赚了5%就跑掉 如果可以赚一倍 你也不要赚了10% 你就浪杠 这样的真正很没差 另外一档 散热模组的双红 上礼拜四 赚超一股本 第一档整理末端 213.5 要不要买 整理末端 即将冲了 当然要卡位 隔天礼拜五 有没有大涨 来到223 盘中涨了8块钱 今天双红 平盘附近震荡 尾盘收红 如果有回档 腰会低接 双红 如果他有不小心 来到这边 赶快出手 你再不出手 他又冲上去了 你又来问我 金老师可不可以追 先跟你预告买点 建策 上礼拜五 散热模组的278买 买完之后 盘中亮灯 今天洗一下 洗一下 尾盘一样翻红 最重要一档 比较低价的散热器 之前我们赚了三波段 72% 这边赚了72% 上礼拜五 一样低档 形态刚突破的 跟我低接 今天黑黑棒 金老师邀请你进场 有回档 就是买 低风险的一个操作 讲究的是一个品质的效能 所以希望未来多多行情 跟金老师一起来 对时对价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服务当知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